倡导国家力挺中医非药物疗法 弘扬预防为主的理念 推广中医的非药物疗法 实现预防高于治疗的概念 市面上已有现出各种逐步按摩产品 如按摩袜、按摩鞋、按摩鞋垫和足疗按摩机的 只要给予中小企业机会 古音智慧必能达到自尊境界 我特别推荐老杨发明的足疗按摩袜 其优点丰富多样 既便利又高效 声誉卓著 让足底按摩融入您健康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个当下时代 我们应积极倡导国家大力支持中医非药物疗法 充分展现祖先智慧的荣耀 在我们的机构体系中 禁止西医进驻委生健康委员会 确保中医的引领地位 医院的领导班正应以中医为核心 西医则担当辅助角色 唯有中医活跃于前线 我们才能实现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 医保体系方面 我们应全面整顿 保障中医事业的完善发展 将90%的医保资源 投入中医领域 实行医疗器械和设备的统一采购 避免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构建三级医疗体系 轻症疾病可自我疗愈 中度疾患可在社区诊所就已 而重症患者 则可寻求中医医院的最佳治疗 此外 我们还应大力普及中医教育 提升人民群众对疾病防治的能力 为此 我们应定期过于看重医学评级体系的做法 将实践成果作为医生晋升的标准 同时 国家应设立国家级中药生产基地和储备库 以确保暂时物质重于供应 供应们获得足够的中药 对于医生的薪酬体系 也应重新设计 将挂号费与基本工资相结合 减少医药推销 通过以上措施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中医事业的发展 提高人民的整体健康水平